2月3号2024爽爽贵阳假秀传奇 武状元擂台赛活动举行新闻媒体集中采访 据介绍首届武状元擂台赛将于2月12号至16号 即农历大年初三至初七 每天下午7点在南明区青云路海鲜市场门口广场处举办 据介绍本次武状元擂台赛活动是南明区聚焦省会核心 竹城客厅和城市核心老城灵魂 文化高地精神家园功能定位 突出推进一和一道两片区城市文脉体系挖掘 对青云路步行街和曹状元街区两条特色街区历史文化的挖掘 传承和利用的探索实践 我们希望活动的成功举办以武状元文化为抓手 让青云路步行街和曹状元街区两条街形成有效的年动 向人民群众传递状元极地平步青云的新年祝愿 以期带动两条街区人牛附送资源共享 以体女融合助力区域城市品牌提升 据悉此次2024爽爽贵阳假秀传奇武状元类台赛 将从数百位报名参赛者中 甄选出16组共32名选手进行博弈对阵 每轮三个回合每个回合三分钟 通过两两对抗 有五位国家级裁判现场判定胜负 优胜者将被授予武状元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类台赛全程不收取门票 我们本次活动不仅有刚刚获得世界泰拳冠军称号 连续三年夺得全国自由搏击冠军的贵州级 世界格斗名将挪成号 还有年仅11岁便已拥有了20多个冠军投鞋 且无一败计的青少年选手陈梦源 国际国内冠军级别的选手有14名 这次活动非常的精彩 欢迎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 此外记者了解到 为了进一步丰富春节期间活动内容 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 在举办武状元擂台赛的同时 南民区还将在青云路步行街和曹状元街区 分别举办梅花庄舞师 状元楼街榜仪式 状元汉服大巡游 中华武术展演 贵阳路边音乐会青云等系列活动 让广大市民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 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 中华武术展演